第一個先把Juneweaver先打開來 請你把那個版面先調整成傳統 OK這第一件事 把它調整成傳統好了 然後呢 上面這個面板就出來 那第二個的話呢 請各位建立一個新的網站 新的網站呢 特別注意 我們是放在桌面上面 我剛剛已經有把那個徐志摩這個範例檔原始檔 把它那個 下載到桌面 然後我把它解壓桌出來 不過我發現好像很多同學對解壓桌好像不是很在行 我把它 那個怎麼解按右鍵你就把它 7Z IP 這邊有一個什麼 解壓桌字尺這個就可以了 OK記得這很簡單 你不要選錯了 你不要解壓桌還有一個壓桌 這個是錯的 OK就是解壓桌字尺就可以 那他就會幫我解出來在這裡 好 那裡面的話呢基本上 解出來之後 因為已經有了把它蓋過去好了 OK 那各位可以打開來 裡面的話呢 我基本上就提供一些需要的檔案 包含一個 Images 的一個資料夾 裡面的話就放一些圖檔 就三張 這三張圖其實 維基百科上面的 這個是 徐志摩 那 這個是他跟 他原配 張又宜 然後 這應該錄小曼 OK 講顛顛倒 講顛倒 這個 這個反 OK好 因為我對他們不熟 OK 反而是那個 我之前有看過的人均四月天好像還不錯啦 反而我發現那個人均四月天裡面的 那個 好像反而 那個誰誰演的 那個 台灣 啊 還有呢 那個 演張又宜那個是誰 不知道 後來駕到北京 駕到大陸去那個 北京那個 唱歌的 一個女生 OK 好 欸 這是什麼 奶茶 啊 對 劉若茵 因為劉若茵本來人家找他了說 他是要他演那個 陸小曼 不過後來他覺得好像他比較像張又宜 所以他就 就好像說他他挑那個張又宜那個角色啦 OK 那這邊的話是 這是他們的照片 另外的話 Data部分呢 我主要來源是維基百科 那這邊主要是針對目錄部分 我們有一個 這個目錄呢 你可以利用目錄來做一個 一個結構圖 當然理論上一般的 標準作業是可能需要畫個圖 這個圖的話一進來是home 下來的話也許就分支 那分支的話就 12 一直到9啦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你可以 那當然我只要有分4個 4個比較重要的 4個然後 裡面的話呢 再往下 他還有12345 大概類似像這樣的樹狀圖 那一般呢如果比較標準的那種作業流程 比如幫人家設計網站的話 就會先把這個圖先畫出來 那如果做App其實我覺得也差不了多少 把這些先做出來 然後呢 底下有那bar的相關需要 的幾個文字 還有list view需要的文字 那底下有相關的那個 我們也是維基百科裡面的啦 我只是把它結出來 深屏 這一塊 所以深屏 那個title 然後他的那個 裡面的文字 我把它格式裡面自動換行好了 裡面的這一段 那你可以用複製貼上 一個兩個 那分別把頁面部分先貼上 所以你要先規劃好這個基本的 部分 再來做什麼呢 我們就 有了素材之後 所以你們等一下呢 要做 一個 文學家之前 還是先把這個先規劃好 裡面的素材 包含 圖跟文字的素材 那圖跟文字的素材部分的話呢 我們在這邊新增網站 OK 網站裡面的話 那我給他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 我們就用這個上面這個 字模的這個 這個名稱 所以把這個名稱 這個是字模的英文的 拼音 那我把它對應到的就是 桌面上面 桌面上面的這個字模的 這個資料夾把它選起來 所以 他的網站名稱 他的資料夾名稱按儲存 OK 儲存完之後的話呢 在我們的 這個 右下角 就會產生我們需要的 網站 再來的話呢 我們還跟上禮拜一樣 我需要一個index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開一個新的檔案 那這個檔案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找到是html file 特別注意喔 按建立 建立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我需要的 這個頁面呢 我就分別把它加上去 那這個時候呢 請各位切換成分割 左邊右邊兩個 我上一半講過了 你可以把body 這個地方呢 這個在這邊 body跟body中間 按個enter好了 大概這個位置 再來怎麼樣呢 分別插入 JQuery Mobile 裡面的頁面 總共有幾頁 你就可以算一下 總共裡面的話 根據目錄 基本上 第一個一定是home 所以你可以先算一下home 然後再來底下的話 總共有1到9 那1到9裡面的話又個別 會有它的一個 裡面的那個5個 加 裡面的兩個 OK 那總共幾個呢 9加5嘛 就14再加2嘛 就16 再加個home 17個嘛 所以呢 接下來你可以 就分別插入那個頁面 然後插入頁面的方法 你可以 選那個JQuery Mobile 裡面的插入頁面 按確定就可以了 上禮拜講過了 這個地方第一個就是 就是home 那不要有頁尾 只要有頁鎖就可以 按確定 好 那就有一個了 一個 之後的話呢 那第二個怎麼做 一樣再點這邊一下 然後再插入一個頁面 這個叫page1 按確定 OK 就有一個 各位可以發現 以後請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個 一個頁面的標準的結構 因為上個禮拜同學就是 對於那個結構不太清楚 他不知道怎麼改回來 可能有少了一個什麼東西 一定有DIV 它本身一定是page 會有個結束的 那有頁首 所以一定會有什麼DIV Data Raw 一定是header 一定有個結束 這個是內容 一定有DIV 結束DIV 所以特別是你一定要一對 一對 一對 如果你少一個都不行 好 那另外的話呢 插入頁面還有一個方法 你不需要說還要再一直往下插入頁面 我的習慣這樣 這個是一個頁面page1 Ctrl C 做什麼呢 貼到底下 或者你可以分割開來好了 中間換個分 這樣會比較清楚 貼上之後的話呢 那這個把它改成1 1 第一個吧 那1的話1-1 有沒有 那就是再來一樣 往下 第二個的話呢 就1-2 這邊 這邊 特別注意喔 那個Dash 盡量不要用這個減號 因為這個減號常常會發生問題 你用底線 2 OK 那以此類推啦 也就是說我們總共有17個頁面 那你就參考那個 這邊的目錄部分喔 就 分別把這個頁面 先給做出來 做完之後的話呢 那請你把裡面的資料 先給貼上 那貼上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會有裡面的頁面 再來我們可以做Netbar 再做List View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基本上這個App就做出來了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